一個理想的家庭氣氛 每個家庭成員都有說話的機會 不只是爸爸媽媽說 我們回到我們經歷最遠初影響的時刻 或者在熟齡的操練上 我們邀請耶穌和我們去舊地重遊 鑽牛角尖的故事非常銷魯 聽完之後會辣著你對信仰的團 嘩 喜歡的話麻煩你CLS Comment、Like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齊齊鑽牛角尖 我是主持人欣石 麻煩你 SOPAcast 有故事的聲音 感謝主 我聽牧師說 試下憑信心做十一奉獻 結果我媽媽的癌症真的醫好了 為什麼我十一奉獻這麼多年 最終我爸爸也救不回來 救不回來 為什麼羅則是那幾個星期都沒有分 你不知道嗎 他單案判了, 罪名成立 他聖了主很多年 我還經常聽他上台講見正感謝主 他好像很虔善 以為多奉獻多祈禱就會心上事成 基督徒有沒有樣子看 信仰危機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預期 上星期我們講了關於原生家庭 對我們的影響是怎樣 以及分析了以撒家和大衛家 這兩個原生家庭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一起重溫一些精華片段 如果我們對自己認識不足夠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對神的認識 而我們對神的認識 也都會對自己認識 所以剛才你提到的 對原生家庭的了解 是認識自己 認識自我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家庭的問題產生 往往和父母對子女的關係 有一種不一致會成為正比 關係一旦出現偏差 就會產生磨擦 競爭甚至乎關係決裂 繼續有請香港神學院院長張天皇牧師 去到講關於原生家庭的話題 我們今天講到原生家庭這麼重要 我們都要自己意識一下 但我的步驟是怎樣分析自己的原生家庭 自己找做不做到 還是一定要找專家去做 我都想認識自己多些 好處就是認識神多 應該怎樣做呢 家庭提供了 建立一個人際的相處環境 建立他是不是自信 溝通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要對原生家庭認識 是需要的 並且我們自己都可以 對原生家庭有多些了解 因為就算你請人幫你去做分析 你都要將你所經歷的事情講出來 所以其實自己可以 都透過你再想回 但你在家庭成長的時候 的事情 來對自己的家庭了解 當然要有些方向 一般來說 家庭裏面有六個元素 影響著小孩的成長 包括了 父母的關係 第二是親子關係 第三是家庭的規則 第四是家庭的溝通模式 第五就是家庭的氣氛 第六就是父母的管教方法 當大家聽到的時候 你嘗試想回在你自己成長的過程裏面 在這個家庭裏面 這六樣東西 是怎樣的 我每樣講少少 首先就是父母關係 如果父母給予相愛尊重 自然家庭裏面的孩子 從小就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 愛護 關注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這些小孩通常都是充滿著把握 活潑 樂觀一點 和都能夠和人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但是如果父母給予相攻擊 不停的打罵 爭吵 互不理睬 大家好像和屋簷下 但是沒有什麼溝通的 孩子不單止得不到父母的關懷 諒解鼓勵 還會不斷經歷到負面的情緒 所以父母的角色對於成長的兒童來說 是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大家先可以想一想 你成長的時候 爸爸媽媽的關係是怎樣 是好 還是不好 還是大家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就是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就是在群體生活裡面 子女是會不知不覺 將自己家庭裡面的親子的相處模式 投射在群體裡面 所以親子溝通的關係 在於父母是怎樣回應和他的技巧 我這裡舉一個例子給大家 嘗試了解多一點 例如小孩回到家 他告訴你 我今天被老師罰 通常父母的反應是怎樣 以下有四個 以下有四個不同的反應 四個反應是在反應兩種不同的回應方式 第一個反應是 一定是你錯了 否則老師都不會罰你了 可能大家經常聽到 有時我們作為父母 都可能出口就說了這句話 第二個回應就是 你當然是在堂上講話 經常被老師罰 什麼時候你才會改的 第三個回應就是 老師罰你 你是不是覺得很難過 沒有聽過 第四個回應 你在同學面前被罰 是不是覺得很沒面子 四個回應 頭兩個回應 第一第二個回應 我們稱為封閉式的回應 封閉式的回應 往往使得小孩感到被拒絕 和指責 久而久之 小孩遇到什麼事 就不會回來和父母說 但第三 第四個回應 我們稱為開放式的回應 是運用一些引導式的說話 不單止是使得小孩的情緒 被反映出來 亦都表示父母 是接納小孩的情緒 這個就是 所謂我們叫親子的關係 往往就是 好看爸爸媽媽 是怎樣回應 小孩的情況 大家都聽到之後 你可以想想 小時候 是不是經常都 是講些負面的說話 現在有些陰影 第三個就是 家庭的規則 規則是指一個行動 方法或者協議 來制定一些守則 這個可以說 將一些的規則放在家庭裏面 家庭規則的存在 是無可避免的 譬如說你規定你幾點回來 女兒不太晚回來 你如果不回來吃飯 要打電話回來 等等 又不可以在外面過夜 確實在每個家庭裏面 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些規則 但是家庭的規則 也都會引起一些問題 如果家庭的規則 變得太過絕對和僵化 是會影響家庭的成員 的個性發展 和妨礙家庭的關係 譬如說 那些家庭的規則 譬如說 當兒女慢慢成長的時候 都沒有改變 都沒有調教 沒有因應他們的成長 就變成 對他們有負面的影響 第四件事 就是家庭的溝通方式 家庭的溝通方式 當然是說 彼此的對談 對答 那個彼此的對答 不是代表 我想說 就可以說 或者 我喜歡怎樣說 就怎樣說 就是一個好的溝通 或者一個 自由的溝通 在家庭的溝通方式 裏面 如果一個人想說 就說 想說什麼 就說什麼 有些時候 是會傷害到家庭裏面 其他成員 或者是凸顯了自己 所以 有一個學者 叫做薩提爾 他就提出了 在家庭裏面的溝通 最理想的溝通 就是一種 我們叫做 表裡一致的溝通 表裡一致溝通的意思 不是說 我說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 比如說 我想罵那個 都是說我的東西 他的表裡一致的意思是說 當我講話的時候 我同時間是顧及自己 就是說我講自己的東西 但是同時間 我會顧及其他人 其他的成員 和他在說整個處境 是怎樣 就是古代各地講話 就是看整個形勢是怎樣 就不會那麼隨便 我想講就講 但是我又見到 有些家庭 很多時候爸爸媽媽想講就講 譬如他不開心 他就找小孩出氣 其實他沒有顧及到 整個大環境 沒有顧及到 當時的人 經常有個懶惰就是 爸爸媽媽經常在家裡講髒話 然後叫兒子不要講髒話 老師就問 你兒子經常講髒話 因為其實就學了爸爸媽媽 全部都照單全收 抄了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溝通方式 譬如說 家裡的溝通方式 經常都是用一種很 語氣很粗魯 很大聲 去學對方的方式 他每天都是這樣 那個時候 那個小孩 只不然他會出門的時候 他覺得大聲就有用 有權威 是 好了 第五種元素 就是家庭的氣氛 家庭氣氛是講家庭成員 每天在生活之間的相處的關係 一個理想的家庭氣氛 每個家庭成員都有講說話的機會 即不是只是爸爸媽媽都講完 只要時間合適就可以發現 同時間在充滿著秩序的氣氛之下 成長的小孩 是能夠發展出個人的價值觀 即是說小孩能夠在家裡 講他自己所想的東西 他所想做的東西 在一個這樣的氣氛之下 他能夠講到出來 就不會一講 做什麼 沒用的 什麼都ban 好了 這個是第五 最後就是管教方式 管教方式 故自然在影響一個人成長 是相當重要的 管教兒女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 才要搞清楚目的 但我發覺很多家長 不太清楚目的 就是要給那個小孩 有清楚明確的是非道德的標準 沒有 很多時候罵了師兄 禁了你不准做不准做不准做不說 換句話說 管教目的是想知道 哪一件事是對 哪一件事是不對 但很多時候我見到父母 就沒有解釋到 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總之你不要做 很多時候 父母會把管教和懲罰的觀念混淆了 管教其實不等於懲罰的 管教是對事不對人 就是說他做錯了些事情 那件事早就不對了 孩子會明白父母 不喜歡他一些不應該做的行為 而不是他本身 不是不喜歡他 但是處罰 或者懲罰 就是對人不對事 是容易傷害一個人的 所表達出來的 是一種敵意 而不是有糾正效果的愛 在我自己的經驗裡 我看到很多時候一個人的個性成長 往往就是在一種錯誤的管教方式之下 而令到一個人成長 所以變得他較為負面 較為自我形象較低 較沒有自信心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去分析家庭 認識家庭的時候 要留意的六個元素 你剛才所說的很多華人的管教模式 都產生了很多好自我價值低 或者很多陰謎 其實是張著他的成長 是啊 現在好像走了另一個極端 又西方 又很溺外 太溺外 溺外的時候就變成他 好像沒有了忍耐 沒有了意識力不夠強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 我們知道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之後 那又怎樣 我個人都長大了 我性格都已經有缺陷了 或者再嚴重一些 我長期被父母去到精神弱帶 或者其他更加嚴重的傷害的時候 那怎樣 我能夠救回來 救不回來 我都不長大 我都在社會生活著 其實有沒有一些可以優化的地方 改善的地方 個性的改變是困難的 譬如說我們已經成長了 有我們的個性 但是我們的個性可以調教的 刻意調教 調教的意思就是說 通常有兩個詞形 一個叫個性 一個叫性格 性格就是我們和人相處的時候 人家見到我 是一個怎樣的人 就是見到我的性格 但是我個性就是我自小 你成長的過程慢慢模組出來 那個我是怎樣的 那個我如果擺出來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會害怕的 你好人和人相處的 所以你會調教成為一個性格 那個性格可以調教的 但是如果譬如你能夠知道 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經歷過些什麼 而我又願意去處理去面對的時候 在調教那個性格上面 將個性調教到性格那裡 是會容易一些的 嗯 好了 換句話說 我們要回到我們在那個 影響了我們的位置 通常都是一些叫做 傷害的位置 在心理學上面 往往有一個叫做情緒記憶 當我們受傷害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不好的情緒 一些不好的經驗 我們很怕再遇到這些經驗 所以有一個防衛的機制 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會將它壓抑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當有類似的情境會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防衛機制就會出現 出來就是可能我先發制人 或者先保護自己 甚至我先逃開那個場合 令到我不需要再停留在這種情況之下 但是如果我們經常都這樣 換句話說 我們沒有去面對到最原初影響我們 我們有這個反應的事件 是 因此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叫做回顧自己的生命 回顧自己的生命 回顧自己的生命 意思就是說 我們回去 我們經歷那件最原初影響的事 那個時刻 或者在我們的信仰上面 或者在一般我們叫做 熟靈的操練上面 我們邀請耶穌和我們去救地重游 很不容易 背後其實是有一個信念 就是 就算我們未信主之前的人生 其實神都知道 和都看管的 所以呢 我們請耶穌帶我們去那個人生 那個片段裏面 去經歷一下 會不會有些事 我是遺漏了 我看不見 原來有神的手 神的痕跡 在神的足跡 這個其實背後主要是這樣做的 那怎麼剝洋蔥呢 每剝一片都會哭的了 是會的 所以我不會建議 大家自己去面對的 除非是受那些訓練 通常我們最好是有一些 我們叫做熟靈的導師 在旁邊 專業的 引帶著我們去做的 但我大概給大家知道 是做些什麼呢 就算你不是正式做一個這樣的過程 但有些問題呢 當中去問的時候呢 都可以給你去多一點了解 你所經歷的事情 首先呢 我們要將我們的人生 分開不同的時段 嗯 又或者大家 可能一說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事件 你知道 立刻彈出來 印象很深刻 是 雖然你是發生了很多 幾十年的 但你經常都記起那件事 那件事呢 對你 是造成一個很長遠 很深的影響呢 是值得我們回顧一下的 嗯 好了我們分開不同的時段 嗯 那就在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要經過祈禱 求神去帶領 求聖靈去親自引導 我們進入去那個經歷 回顧的經歷裡面 回顧的經歷裡面 最好我們旁邊有些東西 將來是給我能夠寫下 好了要問些什麼問題呢 在那個回顧的過程 或者我們再想起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嘗試去想好幾個問題 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要問呢 就是在那個時候 那個的社會文化背景 是怎樣的 就是說我是一個 怎樣的社會的氛圍 社會的文化之下 來成長 我們先要問就是 神讓我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來成長 有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呢 譬如說 我見過有些人 他很埋怨自己 在一個很貧窮的家庭成長 就是經常憂柴憂 經常見到爸爸媽媽 為錢吵架 為錢吵架等等 很不開心這件事 甚至會問神 為什麼你不給我一個好少少的家庭 這麼貧窮呢 那怎樣呢 其實問一個問題就是 神讓你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成長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會不會我對那個苦難的世界 明白多些 就是容易體會多些 見到身邊那些窮困的人 有困難的人 我的同理心 是明顯些等等 第二個問題要問就是 在那個事件或者那個時間裏面 神有沒有藉著這些人 對你發出愛 就是愛你的 幫助你成長的 有個社工出現那些 我還說是一些我們不開心的經驗 那時候 你一想就想你不開心 你會當然不開心 但你要想一下 在一個不開心的經驗裏面 有沒有甜頭 其實有沒有一些愛你的人 在那裏出現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 在那個時間裏面 你有沒有向過某些人 來到去付出個愛 蛤 我還要理人家呀 都要想一下 在那個時段裏面 你有沒有一些人去付出愛的 你能夠幫助那些人成長的 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有很多時候 特別是因為家庭影響自己 很負面 自我營造很低 自我營造很低的人 他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幫到人 但是可能在那個回想的過程裏面 他發覺原來我都有幫過人 就是愛與被愛的能力 是的 好了 接著第四個問題 開始入獄了 洋蔥一點 入獄了 就是去問究竟那個時候 什麼人傷害你 傷害的時候有感受的很生氣 很不明白為什麼 然後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將這些感覺這些感受 去同神講 因為可能當時沒有機會講的 就是好像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打 爸爸媽媽罵 爸爸媽媽說你讀書很差 爸爸媽媽說你給哥哥姐姐罵 可能很多負面的情緒 我們在這個時候 嘗試將那些情緒 一一的和神去傾訴 這個是重要的 在輔導上都是重要的 就是你怎樣去宣洩你的情緒 接著就是祈求神醫治你的傷痛 並且憑信心接受神的醫治 好了 在這個時候 再問你問題 做了這件事之後 就問 現在你明白不明白 那個人為什麼要傷害你 可能想想想 發現原來他自己都面對很多困難 甚至乎可能他是無知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不懂教 他好像耶穌也是 耶穌也是這樣 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 好了 接著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願不願意寬恕去 在處理這些傷害的過程裏面 寬恕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你過到這個關卡 那個傷害受傷的東西是容易處理的 好了 再問一個問題就是 這件事發生 對你的人生有沒有帶來一些好處 嘩 好高啊 很像 經過之前的步驟 去到這個位置 你都很厲害的了 是容易問這個問題 開始可以問到這個問題 你說回現在 譬如你現在遇到一些受傷害的事 你可能就想 神啊你幹嘛給我安排 那些事 為什麼我生牙5 然後你問 神你為什麼給我經歷這件事 你要我學什麼 這個其實你轉了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一件事 好了 接著 第五個問題 要問就是 在這個時間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決定 譬如你受到這個傷害之後 我再不愛我的家 我不再愛我爸爸媽媽 這個是一些重要的決定 或者我搬出去住 是的 這些決定可能令到你 日後對應一些付款的事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一些很極端的決定 來回應 有什麼就逃避 這個決定 對你的人生的方向有什麼影響 嗯 當時你怎樣看這個決定 可能你會覺得 我就是這樣 我生我的爸爸 永遠都生他 好了 然後最後 另外就要問 就是 這個決定今天 你怎樣看 現在選擇你會怎樣呢 好了 接著第六個問題 你認為神在這個經歷裏面 給你經歷的 要學些什麼 你明白嗎 嗯 今天你明白嗎 好了 第七個問題 就是 你的人生上一個階段 或者有什麼事情 是影響到你這個時間 所發生的事情 嗯 這些可能未必需要問的 然後最後就是 對於你回想這件事的時候 有些什麼 你要向神來到去傾訴 或者是感激 或者是搖書 或者甚至乎 可能會認錯 認罪 你說一系列的問題 是不可能一次過做完的 是吧 除非你是故意找一個時間 是很長的時間 可能有三四個小時 如果最好是有人陪你 有人幫你問會好些 如果你自己問 我就覺得是不可以問三個問題 你哭了三公升眼淚 還沒有第二條 你可能問一兩個問題 當然我也強調 如果真的沒有 譬如自己的情緒 一直都不是長得那麼好 不是處理得那麼好 最好是有人在身邊陪伴 是不是你一定要一關 才到下一關 不是的 你可以直接問 一問問那個傷害的問題 那已經入了精神病院 可能有機會 不會 不會 只好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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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落监 信仰非廉价 你可知 怎麽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 尋求静心等等等 迷暮里跟他的足力 要像主你主的爱 原来不像我预期 求怀着一副清心 尋觅这一身的福气 请你指引道路 灰尘里不知着望 求燃亮我心只想更着你 心谦卑去变色真理 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 求明白他的心事 凭着信多酒几公里 背十架靠近你 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 能重受起错的心 防御这挥折的放弃 心盘将多苦再临 天仍爱主到没后 神尚在我心 只想更着你 可想只想更着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